小九 你不要笑我了 我擦了脸了 不脏了 玉池西点了点头 玉池峰这才笑了起来 靓一边 皇后将宗婉凤叫到了跟前 婉凤啊 你平日里可有读什么书啊 有的 不过女德 你训 好好好 本宫对你实在是喜欢得紧 宗婉凤真是大家闺秀 值得学习 那可不是 日后啊 谁若是娶了宗姐姐 那可真是三生有幸啊 宗婉凤被迫听皇后念叨了半天 才得以抽身离开 一出去 一个宫女忽然就横冲直撞地朝着她冲了过来 将水倒在了她的衣裙上 宗姑娘 对不起 奴婢 不是故意的 无妨 我回去 一会儿还要赏花用膳 宗姑娘若是不嫌弃 随奴婢去换一身奴婢的衣裳吧 好吧 带路吧 宗婉凤随着宫女一起离开了 另一边 玉池冰也被皇后的贴身宫女换来了皇宫 只是 越走 路却是越偏了 她脚步微顿 这里不是去奉一宫的路 是的 娘娘今日举办了赏花宴 我们现在要过去那边 玉池冰便随着她一起继续走 走到一个偏殿 宫女说 请殿下在这间房里等等 外面贵女多 为了她们的名誉着想 请殿下不要擅自出门 一会儿娘娘就来了 玉池冰文言点了点头 她可不想害别人 正这么想着 玉池冰忽然感觉头一阵阵发晕 她心里陡然一惊 不敢置信地瞪圆了眼睛 下一秒 人就晕了过去 守在外面的侍卫走了进去 将她扒干净丢到床上盖好被子 换了一根香后迅速退了出去 松姑娘 就是这里了 就在里面 我们一起进去吧 曾婉凤随着她一起走进去 宫女微微落后她半步 在关上门的一瞬间 抬起手朝着曾婉凤的脖梗处劈去 曾婉凤身子猛地往下一蹲 宫女身体不稳 往前跌去 曾婉凤趁机立把掐住她的脖子 说 是谁派你来的 皇后娘娘不是说 松姑娘是大家闺秀吗 怎么会舞啊 自尽 那可不行 还从来没有人算计了本姑娘 不用付出代价的 这等香都用了 真是可耻 幸好我有解药 这不是三皇子殿下吗 真惨 虽然你也是被算计的 但是 君子吧你 皇后琢磨着时间差不多了 给贴身宫女试了一个眼色 宫女偷偷地离开了人群 皇后娘娘 不好了 曾姑娘不见了 曾姑娘方才说是要去换一身衣裳 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已经过去半个时辰了 什么 快派人去找找 奴婢已经派人去找了 有人看到曾姑娘是往偏殿那边去了 快 快过去看看 可千万不要出了什么事啊 诶 她们这是要做什么去啊 娘娘 据说是曾姑娘去换衣裳了 这会还没回来 已经去了许久了 不知道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皇后娘娘便带人去寻了 什么都让我好奇了 姐姐 可要一起去瞧瞧 好 那我们便一起去瞧瞧 啊 这是怎么回事 谁要好心看吗 娘 娘亲 带上我 带上我 汐儿也随娘亲一起去 可好 啊 去 必须去 娘 娘 我也要去 呃 你想去 那就跟在我们身后 都这么大个人了 自个儿走 八皇子殿下 您如今长胖了 娘娘抱不动了 玉池峰乐颠颠地跟在他们身后 皇后率先到了偏殿 没听到里面传来声音 去看看 里面是怎么回事 天生宫女立马就过去了 她没将门打抬开 想偷偷看一眼确定一下 宫女身子一个踉跄往前倒去 好热闹呀 这么多人呢 不知皇后娘娘带这么多人来此 是有何事啊 宫女趴在宗晚凤跟前的地上 根本不敢抬起头来 呦 这是怎么回事啊 等我堵在这里做什么呀 皇后娘娘不是要找宗姑娘吗 这宗姑娘不是找到了吗 本宫还以为你出什么事了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我能有什么事呀 若不是皇后娘娘身边的宫女莽撞 将水倒在了我身上 我也不会来这里 我本以为那宫女是不小心的 却没想到在这里还看到了三皇子殿下 皇后娘娘 你说这是意外吗 本宫 本宫也不知道她为何会在这里 她可有对你做什么 若是对你做了什么 本宫绝不轻饶她 对我做什么 也要她有那个本事 宗 宗万凤 你在做什么 你疯了 我方才已经给过皇后娘娘机会了 还从未有人这般算计过我 本宫知你心里委屈 但这也不是你发疯的理由 更何况 破属的人又不是本宫 那还不是你默许的 别把所有人都当傻子 贱人 我杀了你 你竟敢打本宫 为何不敢 皇上说过 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你尚且不是天子 做了这等阿扎事 我打你怎么了 打的就是你 我不但要打你 此事 我还要上奏皇上 你这等女人 根本不配为后 这元国如今是玉池家的天下 不是你们师家的天下 皇后脸色一阵清白 玉池西差点没忍住 给她啪啪鼓掌 嗯 姐姐好洒 宗姐姐 你就是我的神 玉池斌穿戴整齐走了出去 就看到一名姑娘正在和皇后对峙 冰儿 你为何会在这里 你是不是被宗婉峰这个贱人强迫了 母后 慎言 你这样说 对宗姑娘名誉不好 是母后你的贴身婢女来寻我 说你有事要与我说 我才来的 结果刚进来就晕了 母后 这是怎么回事 这 这母后怎知 此事 我会禀告父皇 宗姑娘 此事是我母后做错了 这事 我定然会恳求父皇 还你一个功劳 这样就是歹竹出了好损吗 行 吃了吧 能解 多谢 看 肯定是你给我儿下了药 不然 你怎么会有解药 何时这般热闹啊 请皇上 为臣你做主啊 咚咚咚 宗婉峰跪下 直接朝着德武帝 哐哐哐就是磕了三个头 他方才不是大胆的狠吗 方才被打的人是我呀 你怎么还委屈上了 是发生了何事 欲驰兵上前一步 先跑跪下 将事情的原委说了出来 那是半点都没包庇皇后 此事 朕也了解了 宗婉凤是吧 此事 你也是受害者 朕必定为你讨回公道 你说的不错 皇后这等品性实在是不配当皇后 来人 皇后为了一己私欲 算起朝中重臣之女 实在是有失负得 难立中功 从今日起 上交奉印 退居冷肃宫 施宝权 教女无方 剥去爵位 陛下 陛下 臣妾知错了 陛下 我爹为了原国 可是尽心尽力呀 你不可以夺去她的爵位 不可以呀 陛下 带下去 臣妾多谢皇上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平身吧 今日你在宫里受了委屈 有什么想要的都可与朕说 死话当真 当真 那请皇上给臣妾一道圣旨 允许臣妾想嫁的时候才嫁人 这又何难 这一会儿就去写了圣旨给你 臣妾可以领了圣旨再回府吗 你就这么不想嫁人 可 随正来 是 臣妾 曾婉凤 立马屁颠颠的跟了上去 尸熊以前老是仗着自己是永昌侯的女儿 作威作福 现在好了 把自己皇后的帽子都做没了吧 真是活该 咱娘娘这嘴真的是应该黏上别开才好 她惯来如此 以为陛下永远不会动他们家 这话我也就与姐姐说说 妹妹放心 方才的那些话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很好 我不算个人了 姐姐可有什么想要的药材 我家有 我会府上去偷来送给姐姐 看不出来 梁妃也是个真性情 以前她身居浅出的 还以为是个内敛性子的 现在看着 外向得很呀 妹妹妹妹 娘 妹妹要被父皇带走了 冬儿 带饭儿去洗洗 别哭了 谁让你父皇更喜欢希儿呢 不过呀 你也别怪你父皇 谁让希儿比你可爱呢 娘往我的心口插了一刀又一刀 哎呀 姐姐我们快走 这孩子呀 不哭的时候可爱得紧 那是要星星要月亮 我都想送到她跟前 这一哭起来呀 我真是恨不得 拿起棍子 给她来一道竹笋炒肉 八皇子殿下 您看皇上喜欢九公主 九公主喜欢您 这四舍五入 也等于皇上喜欢您了 是这样的吗 是的 冬儿姐姐 你说的真对 您开心就好 御书房 德武帝将你好的圣旨 递给曾婉奉 多谢皇上 皇上真是开明 外面还有一些臣子说您残暴 真是没眼光 去去去 别打扰郑培希儿 一出宫门直奔太师府 曾太师已经在门口等着了 看到她回来 气得吹胡子瞪眼 逆女 你竟敢打皇后娘娘 你是选你典命常是吧 那能怪我吗 谁让她算计我呀 作为皇后 她没有一点皇后的样子 要不是我会武功 我这会儿就在皇宫里和三皇子滚床单了 到时候你的脸都要被丢尽了 你给我站住 还帮了我 你咋这么能说呢 三皇子殿下也挺好的 嫁给他你也不亏 就你这性子 能嫁给三皇子 你就谢天谢地吧 玉府 玉府 爹 你的书都是从你屁股里读进去的吧 三皇子是很好 我也不差 怎么嫁给他 我就要谢天谢地了 应当是他要谢天谢地还差不多 粗鲁 粗鲁 你瞧瞧你说的 什么话 你还有点大家闺修的样子吗 三皇子 已经是你能嫁得最好的了 谁还敢娶你啊 那我就不叫了呗 看看我带回来了什么 哎呀 你竟连圣旨都敢偷脑 完了 这下我们宗家完了 虽然我第一次去宗家祠堂的时候 将老祖宗的牌匾顺了出来 但那是因为我那会儿太小了 我现在长大了 怎么可能还做那种事 这是皇上给我的圣旨 皇上 是不是要将我们宗家全部流放 等等 如果是这个的话 你先不要念 你先收起来 容我心去 藏点金银 免得流放这路太过辛苦 哎呀 见圣旨如皇上亲临 你快快收起来 嘿嘿 这样啊 他开他跪 他收他起 宗婉凤就这样拿着圣旨 以开一关的 宗太师的小妾孙苑玉 看着这一幕 失失然的走了过来 大小姐 你这是在做什么 老爷 大小姐 你这般欺负老爷 当真是不孝啊 老爷 你这般宠着大小姐 真的不太好 会将她宠坏的 我可听说了 大小姐今日还顶撞了皇后娘娘 甚至还打了皇后娘娘 这事儿 我得赶紧去找皇上道歉 对 我得去附近请罪 他回到书房 将外衣脱掉 里面只穿着一件卸衣 背上荆条 就坐上马车匆匆出门了 驾 宗太师来到皇宫的时候 德武帝还在御书房 宗太师走进去跪下 皇上 微臣来请罪了 今日之事是晚凤做错了 他不该尊卑不分打了皇后娘娘 使臣教导无方 请皇上责罚 平身吧 请什么罪 今儿个委屈的人是你女儿 你交了一个好女儿啊 让朕的小公主都喜欢得紧 此事还请皇上不要怪罪晚凤 臣回去已经狠狠地责罚他了 皇上若是要责罚便责罚臣吧 朕真的有那么凶吗 朕不会怪罪他 你女儿可比你会说话多了 瞧着就不像你 定是像你夫人 朕的女儿可像朕 你有女儿又如何 你女儿性格都不像你 朕的女儿性格可像朕 那圣旨是 是不是能收回 这是朕允许你女儿想嫁时才嫁的圣旨 怎的 你没看 未曾 臣还以为 还以为皇上是因为此事想要留凤臣一家 臣不敢看 挺会以为的 下次不要以为了 是 臣明白了 多谢皇上开恩 嗯 行了 这总坦士也太会脑补了吧 唉 也不知道戴长东现在到哪里了 启禀皇上 这一路上 果真有人 对戴长东出手 朕下已经 将那些人全部拿下 有了几个活口 正在审问 嗯 继续保护戴长东 是 这效率也太快了吧 不对 那个巫谱也太忍不住了 这才几天啊就动手了 这么没耐心的吗 当晚深夜 正在打坐的玉池熙忽然睁开了眼睛 在暗夜中 她能清楚地看到红色的血雾一点点渗入了进来 现物在玉池熙的摇篮下快速形成了一个传送阵 不过瞬间 玉池熙连带着摇篮消失不见了 在门口守着的景怀安刷的一下睁开了眼睛 她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从她身边流过 可是睁开眼睛看却什么也没有 她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快步走到窗户边往里面望去 小公主不见了 哪个混蛋坐的 景怀安立马去找德武帝说这件事 另一边摇篮咚的一声掉在地上 一旁有人伸手扶住 成了 真的传送过来了 道章好厉害 玉池熙躺在摇篮里装睡 嗯 这人是谁 这声音好像是没听到过的 玉池熙是故意跟着过来的 就是想看看谁想对她动手 道长 接下来要怎么做 道长瞥了她一眼 从自己宽大的道袍里拿出一个瓷瓶 拧开瓶盖 里面冒出来一缕烟 烟雾幻化成了一只鬼 道长 这瓷瓶里是什么 难不成要给她下毒也好 真歹毒啊 玉池熙悄咪咪的掀起毛子 偷偷的看了一眼 对方戴着一个白色的帽子 看着穿着打扮似乎不是原国的服饰 这是我驯服的鬼 让这鬼进入她的身体 撕碎她的灵魂 取代她 岂不是更有意思 不愧是道长 这脑子就是逼我的好事 等回去了 我一定将此事告诉王 王一定会奖励您的 让开吧 道长带着鬼走到玉池熙面前 玉池熙睁她眼睛了 正朝着她笑 哎呀 长得倒是挺标致的 可惜了生在了皇家 去 旁边的鬼没动 道长愣了一下 去 玉池熙笑眼弯弯啊了一声 去去去去你娘的 没看到她是天生道体吗 她就是要害你啊 她可是道士 我是道体 她怎么可能看不出来 我并不知道她是道体这件事 您相信我 这道长在和谁说话呢 怎么还用上境遇了 对这奶娃娃说的 不会吧 道长刚刚还表现的 对她很不屑的样子呀 你是道士 却说自己看不出来天生道体 这不成蛋吗 哎呀 我看你生前也没做什么坏事 如果正常的去投胎 下辈子定然是能投个好胎 她齐心可抓 她是要害你 她是要害我 鬼嘶吼了一声 朝着道长扑过去 她还拿桃木剑来对付你 她就是想你死 对呀 她明明知道 鬼怕桃木剑 一人一鬼 瞬间就打了起来 一旁的男子只看到道长在拿桃木剑砍空气 她虽看不到那只鬼 却也能感受到身边阴风阵阵的 打得好打得好 冲啊 上 男子发现了玉池西 她从怀里掏出匕首 高高举起 朝着玉池西砍下去 玉池西拿起匕首 灵力汇聚在手上 直接一刀捅在了她的心脏处 想要她命的人 她也不会放过 那边的道长被鬼纠缠的根本没时间顾及这边 玉池西在一旁看着 道长膝盖窝被打中 身子瞬间不稳 单膝跪地 就这一眨眼的时间 鬼冲到了她面前 狠狠地咬了一口她的灵魂 她忍着鬼对她灵魂的冲击 拿出一支笔 在地上飞快地划传送阵 眼看阵法就快成了 就在这时 一块石子 以雷霆之势窜到她面前 将她原本的阵法 划了个稀巴烂 道长一口血吐出来 直接气晕了 大人 她这 我可没杀她呀 她这是碰瓷啊 这会不会影响我下辈子的日子 你放心 你只是正当防卫 是她先害你的 地府有审判台会审判的 你会没事的 谢谢大人 谢谢大人 你快去投她吧 事后不要被人欺骗了 鬼朝玉池熙恭恭敬敬地 行了一个大礼 离开了 玉池熙爬到男子和道长身边 将他们身上值钱的东西都搜过了 颠了颠手里的银袋子 转发了 转发了 玉池熙转头一看 一头雪白的狼从暗处迈着优雅的步伐走了出来 狼好啊 刚好可以送她回去 送我回家 等等 人类 你不要睡啊 你没说你家在哪里啊 白狼也不知道玉池熙的家在哪里 只好背着她挨家挨户地去敲门 快到城门口时 遇到了搜查回来的一支军队 那是小公主 人类娃娃呀 这是最后一扇门了 如果还不是你家 那我也没办法了 只能带你回我的洞穴了 白狼 阁下 您是在敲门吗 白狼瞥了她一眼 巨傲地点了点头 这是我们的小公主 是白狼能听懂人的话 这不听懂了吗 队长也真是大胆呀 竟敢带白狼进去 万一白狼伤到皇上 伤到皇上 醒来的 是啊 咱们皇上以前可斩过老虎 狼能伤到皇上 对 队长将白狼带到了御书房 德武帝在里面等消息 去帮小公主把把麦 瞧一瞧 看看小公主有没有事 白狼吵着他们吼了一声 他们顿时吓得脸色苍白 倒退竖步 皇上 这 这白狼不允许我们靠近啊 我们也没办法呀 我们可不是不想为小公主看病啊 让他们看 不行 他不允许 他可是很有原则的狼 将朕的上方宝剑取来 朕今日加一顿膳食 就吃狼肉 这白狼的皮毛也甚好 刚好给希儿做一张狼皮玩 德武帝接过太监递过来的宝剑 拔剑出鞘 白狼嗷了一声 这一声婉转上扬 带着一抹讨好 这 这白狼 可是允许了的意思 你 上去瞧瞧 为什么手上的总是我 他一上前给玉池西把了把脉 启禀皇上 小公主 只是睡着了 并无大碍 你们也上去瞧瞧 启禀皇上 小公主只是睡着了 皇上 小公主并无大碍 但臣可以给小公主 开一些安神的药 嗯 去抓药熬药吧 甘太医 小公主只是睡着了 你为何要给小公主开安神的药啊 安神的药 吃鱼不吃 对小公主的身体都无害 但吃了 皇上就放心了 语书房里 景怀安搜查一圈回来了 看到玉池西和白狼 他愣了一下 属下保护不周 请皇上责罚 四去行堂领罚吧 是 德五弟走过去 弯腰要抱起玉池西 白狼低吼了一声 嗯 白狼嗷呜一声 呜呜呜呜 就没声了 德五弟这才满意的 将玉池西抱走了 笑没良心的 半夜三更 也不知去哪里玩闹了 吓得阵从被窝里起来 你自个儿倒是睡得香甜 到了清晨 玉池西才悠悠转醒 啊 我竟然回来了 看来这白狼还是真是有点用的 还真能找到我的家 不过 我为什么会在我爹怀里啊 醒了 爹呀 你不知道 我昨晚上发生了什么事 昨天晚上有人用阵法 将我和我的摇篮传送走了 看来是误会净怀安安 然后有个别的国家的人 和一个道士联合起来 想安排鬼夺涉我 想要那只鬼撕碎我的灵魂 取代我 但是 我是什么人啊 我可是我爹的女儿 我能让他们得逞吗 那鬼马上就投降了 解决了他们 我还拿走了他们的钱袋子呢 等等 为什么我的手心这样的空 我那么多的钱袋子呢 怎么不见了 这个时候还想着银袋子呢 你可是刚刚死里逃生啊 是在哪里寻到小公主的 启禀皇上 臣是在城门口 寻到小公主的 是这白狼投着小公主回来的 是我 没错了 但是我绝对没有伤害她呀 那这白狼可还有带别的什么东西 启禀皇上 没有 风采锦怀安说 小公主的摇篮也一并丢失了 去找根绳子来 拴着这白狼 一会让白狼带路去寻小公主的摇篮 绳子 你当本狼是狗吗 在德武帝眼神扫过来的一瞬间 迅速地低下头去 什么狼 只要皇上愿意 我就是狗 欲吃戏愣了 他契约的不是白狼吗 为什么他发出了狗叫声啊 便宜白狼 侍卫寻了绳子来 本以为要费一番功夫 结果白狼乖巧的像条狗 他很快就拴好了 德武帝抱着玉池兮去找了贤妃 将玉池兮交给了贤妃 希儿还喂喝奶 你先给希儿喂奶 晚些朕再来接希儿 是 臣妾明白了 别哭了 希儿又没事 是 臣妾多谢陛下 德武帝嗡了一声 想了想也没什么要说的了 便转身离开了 另一边 德武帝坐着轿子来到了城门口 是一位正准备牵着白狼 去找小公主的摇篮 就见德武帝的轿子来了 臣 参见皇上 皇上万岁万岁万岁 停身吧 将白狼交与朕 朕亲自去寻 是 真是倒霉 还要和这个暴君做一个轿子 早知道走得慢 要遇到暴君 方才一定不缠那一口 一定跑得飞快 进来 白狼乖乖地走了进去 是否出了城 白狼嗷了一声 点了点狼头 去城外 是 一到了城外 德武帝就将白狼赶下马车 白鹿 白狼不敢有任何怨言 乖乖地在前面领路 不多时 他们就找到了浴池期的摇篮 这是森林的内围 百姓打猎也不会来此 摇篮还好好的 那死去的男子此时正在被野兽砍咬 一旁的道士已经醒来了 但是他身上被贴了符纸 动弹不得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男子被野兽砍咬 德武帝走过去拔出上方宝剑 带着剑气的一剑披下 那些野兽极其毕命 这个人类不讲武德 怎么一声不吭 就直接动手了 阁下 请阁下救救我 只要阁下肯救我 来日必有重心 杀了他 侍卫得令 走过去直接一刀刺入道士的心脏 道士瞬间毕命 德武帝走过去 用剑尖将钱袋子勾起来 丢到手里握住 将他们身上值钱的东西全部捡起来 这两人便丢在这里喂狼吧 给你加餐了 可要好好吃 吃不好 朕可是要生气的 我吃 我吃还不行吗 看好他 让他吃完 等他吃完了带回宫 是 阿姨 立马有暗卫 刷的一下 落在了马车前面 策马带着德武帝离开 这垃圾肉不吃了 回宫找那个侍卫 要好吃的肉去 德武帝回到宫里 就将摇篮给希儿送了过去 还有钱袋子等值钱的东西 一并带了过去 是我丢失的钱袋子 爹帮我找回来了吗 爹呀 你简直就是我的英雄 希儿说我是他的英雄 希儿还是第一次说这句话 希兒还是第一次说这句话 你做的意思是